杨颖的真实人品究竟如何 孙艺舟的一番话 直接暴露她不为人知的一面 孙艺舟虽说算不上是极具知名度的演员 但在圈内是公认的好脾气 而杨颖到底做了什么 才让孙艺舟忍无可忍当众痛批她的丑恶行为 提到孙艺舟 《爱情公寓》里的李子乔让人记忆犹新 她也是电影《喜欢你帅气万能》的助理 是超级网剧《废柴兄弟》无异国教导主任江上瘾 每个演员在娱乐圈都有自己的定位 孙艺舟却腼腆地对外界说她是喜剧界最帅的 帅哥界最会演喜剧的 当年《爱情公寓》大电影上映的时候 全员为了宣传就参加了一期《奔跑吧兄弟》 这一期节目也因《爱情公寓》的很多忠实粉丝 一下就火了起来 不过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 在节目中孙艺舟和杨颖全程没有一点交流 两人互不理睬 哪怕是同坐一辆车 也只是杨颖和李静明聊天 孙艺舟一直看向窗外 丝毫没有想参与的意思 而当得知这杨颖做过什么之后 网友纷纷吐槽简直毁三观 孙艺舟杨颖两人之间的恩怨 还得从2016年拍摄《孤芳不自赏》说起 剧中杨颖是女医 孙艺舟是青梅竹马的男儿 按理说两人会有很多喜分 应该是很熟的了 怎么会露出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呢 孤芳不自赏在最开始是很备受大众期待的 因为是改编小说 本就拥有一大批书粉 再加上钟汉良孙艺舟在剧中出演男一男二 两位男神的演技实力都颇为突出 而且颜值也是相当能扛 可却因为杨颖的抠图演技被网友骂得体无完肤 大家看完都劝杨颖还是回去做综艺吧 拍戏就是在毁人设 连钟汉良这个老戏骨也遭殃了 当然遭殃的还有饰演和侠的孙艺舟 不过更让孙艺舟无法接受的 是杨颖的一些待人处事行为 据悉那个时候孙艺舟每天都要坚持锻炼保持身材 健身时她喜欢放着音乐 而当时杨颖正好是在怀孕期间 本就不经常到拍摄现场 能看见她的次数屈指可数 而就在她为数不多清零现场时 因为休息不好 加上可能孕期脾气有些不稳并比较暴躁吧 一边听音乐一边在健身的孙艺舟 就被杨颖实名投诉到酒店 结果酒店打电话向孙艺舟反应 这让孙艺舟觉得既尴尬又费解 在孙艺舟看来如果你觉得吵 都是一个剧组的 完全可以当面来说一声 可杨颖根本不留情面 将孙艺舟置于尴尬境地 但谁也不能影响到作品的拍摄 于是就出现了顾芳不自赏的抠图大戏 两人在剧中的眼神也几乎无交流 然而这还不算完 网传后来不解气的杨颖又动用关系 突然要改剧本 这让已经对剧本研究透彻的孙艺舟 又要重新花时间研读 还减少了她不少戏份 导致电视剧播出后 孙艺舟的表演前后不连观影来网友责骂 这对杨颖来说可能并没有什么 当时的她身后还有黄晓明这个大靠山 根本不愁资源 但对孙艺舟这种已经在娱乐圈打拼多年 依旧美红的小演员来说 一个小机会就都有可能翻身 而且拍摄孤芳不自赏 时正逢孙艺舟迫切地想要转型 这不拘是她转型的希望 所以她十分珍惜这次机会 为拍摄做了十足的准备 没想到就这么被杨颖给毁了 之后孙艺舟和杨颖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这部戏结束后两人可以说就彻底决裂了 不可否认的是孙艺舟是个勤奋刻苦努力的演员 当年在爱情公寓里被全身涂彩的 阿凡达和白雕像的挑战 都能看出她的敬业 这些年孙艺舟也不只定格于一种角色 她努力尝试许多风格 从她的作品中也能看出 台词表演功底和现场的掌控感都很好 如今的孙艺舟 从电视剧到电影 将自己的实力展现在观众面前 一路走来 她遭遇过非议得到过赞赏 直到用演技征服了观众 实现了真正的低开高走